主席 各位同仁 本席在這個地方代表民主席幕黨 向韓院長做出最沉重的抗議 我常常在講 就在你一天之間 你是最後長城 你只要意識中立 依法行事 程序正義守住 這個國會自然就能夠 民主能夠發展下去 但是呢 你到底要做一個歷史罪人 還是要做光榮院長 弄錢一死 欺揚萬古 今天早上 我們也看到這種情形再度發生 第一個 我們對於表決要正訪 歷史規則36條 必須要正訪 我們跟你抗議 你也不理 這是完全違反任何意思規則 違法的 可是你早上這樣幹下去 這是今天早上第一個 我們就抗議 接下來 韓院長你既然可以明媚事實 想要叫我們不可佔領主席台 下來跟你好好按表決器 你當民主基本黨是白癡嗎 我們要的是什麼 退非重審 要退非重審 退非重審 接下來 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要表決的時候 本來就按零七分鐘 昨晚的 韓院長說不必按鈴 我們抗議底下變成一分鐘 最後變成七分鐘 院長 這是您的意思中意嗎 你現在是李爾郎英的筷子手 那今天早上另外剛才國際論壇 我們看到更荒謬的一刻 在國民黨口中 竟然可以講出國會改革 這是對國會改革的極大忽蔑 你們是在毀憲亂政 國會扣錢 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個人白癡到的程度 在國會電堂留下自己 自己可恥的言論 我不知道國民黨你們以後如何變成這一刻 完全顛倒思維 完全顛倒思維 胡言亂語 見數不見零 這是所有的國民黨 民眾黨 你們會變成歷史上罪人 因為這在國會電堂正式留下幾乎 何其以準 我們在這裡 講出一個真相 什麼是真相呢 國會已經敲擊了 傷衝了 國會的傷衝已經敲響了 國會已經被戒嚴了 國會被刑罪嚴了 國會被習近平長臂管轄上戒嚴 你們都是共犯結構 歷史的罪人 謝謝柯建民委員